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从选前到选后 说出许多遥不可及的蓝图 的确博得很多正反两极的版面 市政会议当中韩市长说了 选举期间本人所提的各项政见 各机关研议 将政见转换为可推动的政策 网友摔翻成白话文 就是我的政见无法推动 你们帮我变成政策 上任通通丢给各级主管给我完成 他讲的这些政见 没有办法转为政策的话 为了曝光而去抢曝光 为了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拼命开一些空投资标跟政见 还有一点遭网友抨击 因为韩市长说 他首要注重 不需要成本就可以达到的宣传效益 有人质疑这是灌老板心态吗 其实在民间有流传一句话 不用钱的最贵 对于白宾女士代言高雄 我没有什么意见 可是不能一直强调说 他是不用钱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怎样怎样 这是不对的 韩市长1月2号开完第一次市政会议 新的感想是很欢乐 但会不会是自我感觉 从把政见转换成可推动的政策 到不花一毛钱就达到行销的这些话 又引爆网友一阵狂酸 三立圈许事长来必须高雄报导